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用你的ipad iphone當成一只美肌美顏的這個攝影機 然後呢在這個電腦的這個OBS上面去做這個直播 那我們今天採用的方式是屬於這個有限的方式 我們要用這個 這條叫做lightning轉AV的轉換器 然後呢轉換成HDI出來 然後連接這個USB3.0 Febom 169 HDMI截取卡 連接到你的電腦 這台電腦不見的是Mac 有可能是windows 反正假如Mac或windows都能使用 在電腦上OBS上面做 你的那個臉書的拍賣直播或者是 嗯什麼就是相關的直播就對了好 那我們今天採用的是有限的方式來連接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USB 有限的方式就是不用錢採取擷取卡的方式做 那我們公司是營利單位嗎我今天 要教你做直播 你要付錢買這個febom 169 5985那我就把這些整套的教學都教你 你買完了之後再跟我約時間 然後呢在我門市板橋區的門市做一對一的直播教學 好那當然出 那很抱歉啊如果你要用USB的方式那我是不會教你的 因為那跟我公司沒有業務的往來 好 我先講到這裡你能接受我的理念能夠買這一支febom 169截取卡 我就會捷徑我的所能把這些整套怎麼教教學交給你 當然那你就代價就是要付錢買截取卡就對了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套軟體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好 這套軟體他是美肌美顏嗎那我先弄給你看一下 好這是我把那個圖給接下來 他可以做濾鏡這邊有美顏 譬如說我今天用這個 有 柔霧感下去 然後我們先選擇膚質 我先選柔震 畫面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呢 美顏的部分我選這個美白白扁 好 然後呢 還有削臉也要尖一點 臉要尖一點 好 還有什麼呢 還有眼睛要大一點 大一點 還有很多啦可以選 美妝的部分呢我選了瞳孔大一點 瞳孔大一點 這個比較亮 然後呢我可以選擇這個 眉毛 再增加一個眉毛 這個樣子隨便啊 反正就很誇張就對了 那還有什麼呢 美顏還加腮紅啊 消股 反正就很多啦可以選自己選 美妝再看一次 然後還有腮紅 這個腮紅 選這個顏色 好反正就很誇張最後變這樣子 那你不要這樣開心的 因為你這你要注意看你的螢幕這邊 還有一些 那些文字在上面 請你記得用你的那個 手去按最上面那個圓圈圈 就是跑馬燈上面的圓圈圈按下去 表示說目前這些參數都已經設定好了 這是最後都流出來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這樣的畫面就可以當做是你的直播的 視訊來源了 好我們開始做直播給你看一下就長這樣子 上面有跑馬燈 然後呢這邊有加了美肌這樣子 ok 這樣子 所以 我們今天主要教學就是這樣子 那 你有 想要了解更清楚的話 凡請你買這一支 FEBON 169的HDI截取卡 然後呢在跟我約時間 來我板橋門市做一對一的直播教學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用你這一支 iPad iPhone 當成一支美顏美肌的這個攝影機 然後呢在這個電腦的這個OBS上面做直播 這個直播主要是用在這個臉書的拍賣直播 或者是那個美容美肌的這種拍賣直播這樣子 好 那這個電腦不見得是要 Mac也可以是windows Mac都可以無所謂好 那你在使用之前請你準備這個 這個就是FEBON 169的HDMI的截取卡 要先買這一支 你買完的之後看完影片還是不懂 凡請您在那個 跟我約時間來我們是板橋區門市這邊做一對一的直播教學 請切記哦是先買之後再跟我約時間 先買之後再跟我約時間 好這有點非常重要好 另外呢你還在準備一條這個叫做 Lightning轉 AV的HDMI轉換器 這個是Apple原廠的 Lightning轉AV的轉換器 OK 好首先你先將你的這個 iPad iPhone 接近到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腳架上面 這樣子 接到你的腳架 然後呢這個就Lightning的那條線 你把它接到這個屁股上面 好把接到這邊去這樣子接 然後這邊有留一個這個 AB的這個線嗎 這個AB的線請你 先等一下 先將這個 USB的頭連接到你的電腦上面 連接上來了 然後呢再將你的這個 HDMI連接到你的FEBON 169的HDMI截取卡上面 這樣子連接好 好這時候呢 有沒有看懂呢 現在這是美肌美顏的APP 然後Lightning的AV 轉HDMI出來連接到FEBON 169的HDMI截取卡 連接到你的電腦的 Hub上面 然後等下我們用OBS上面做直播給你看 這樣子好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邊已經接好了 硬體方面都已經接好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 OBS上面的直的那個實際的連接 好 那我們在做OBS上面的連接有包括一些 內容就是我們會用臉書直播作為一個示範 臉書的直視直播 就是說你user他拿手機的時候他拿直的會看到全螢幕 這叫臉書直播直播 好我們現在開始進行OBS直播教學 好這是你的OBS 那請你先打開來 打開了之後請你新增一個 場景一個場景我們就打那個 你就打那個 那個什麼 iPad Beauty Beauty 好然後呢 這個建立好一個場景之後 你要先 這個有什麼來源就是這個框框 你看看這個框框 就是我手上指這個框框 就是你現在螢幕上看這個黑黑的 要塞入什麼東西呢 好我們要塞入什麼叫做截取視訊裝置 截取視訊裝置這邊好 插進去 然後我們就打那個 隨便打就是你的你的那邊的清楚的名字就對了 好我們打Fable169好去抓 這一支 USB3.0這一支哦你有抓到了嗎對不對好 那就按確認 確認之後呢 那我們先等一下 然後你要抓聲音啊啊 擷取 這裡有兩個一個是擷取音效輸入跟擷取音效輸出 請你抓擷取音效輸入 就是輸入的聲音當做你的音效來源 好啊去抓誰我今天做最簡單的示範我看我這樣子 這樣子所以我就抓 內建的這個麥克風 那你說可不可以接這個 你可不可以說可不可以接這支美金的麥克風 不行的不行的 因為他就有單純影像而已 你聲音一定要從你的 電腦那邊出來 好去抓 就抓到了哦有聲音的嘛這邊有好來看一下這邊 音混音這邊你我們 就有擷取音效輸入這邊把其他不要的把槓掉好這樣子 OK那我們再先去設定一下直視直播的 這個黑黑的這一個放的那個 內奧就對了這要變成720x1280所以我們要去調整他好我們去調整他 設定 我們去選這個 輸出 請你用蘋果硬件或者是NVIDIA 這樣子你P's Windows10我選NVIDIA會比較好 這邊選720x1280 那比瑞你選高一點你選4000你可以選5600沒關係 因為我這邊網路很爛所以我就用1500做代表 不是用1500哦1500真的太低了因為我這麼網路很爛 所以我就你在家裡你就用5000這樣子 另外再跟你比較耳提面密一下是說 我們剛才忘記講了就是說你在做連線的時候 你看我這邊有WIFI這邊有WIFI嗎 請你把WIFI關掉請你用有線網路這很重要 用有線網路OK 請你要用有線網路這個MAK筆電不要用WIFI真的不要用WIFI 請你用有線網路這樣你的直播才會穩定 這個很重要一定要記住不要用WIFI一定要有線網路OK好 我們繼續下去 這邊選720x1280然後選7000 為什麼選5000 5000沒關係 那我這邊因為網路爛嘛我跟你講過這網路爛OK好 這邊的話來源這邊的話就是你最後出來我們就選720x1280 請注意看哦這邊的數字720x1280這邊兩個都是720x1280 跟這邊的數字上一致的720x1280 我們現在確認 所以看畫面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弄直就好了 我們先把它弄直把它拉大這樣子 好這樣子 OK那這樣子還是有黑邊啊 沒關係 我們教你一個步驟就是滑鼠右鍵一個濾鏡 新增有一個叫做 這個 採檢 請你把它採檢 40x10啊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選自己踹40x10 40x10 OK就這樣子 那旁邊有點黑邊沒關係我們大家解決掉 我們把它拉過來 然後把這個稍微再把它給放大 我犧牲一點點 好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直播就是這樣子 我們再跳回去給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 OBS的畫面調好了 跟這樣畫面是一致的這樣子 一致的 OK 這樣子是一致的 至於你問我說這是哪一款APP 那不好意思我不能跟你講 你要買完這個FEBON169的HDMI截取卡之後 那個說明書上面我就會跟你講哪一款APP 或者是你來跟我 買完這一支之後來跟我做直播教學 那我一定會跟你講的 OK好 我們來看看這一款APP的主要一些功能 這邊的話有有濾鏡嗎 對 好你可以選擇這些有的這些濾鏡這樣子 你可以選這個自然美 或者是什麼 反正自己玩玩看吧 好隨便啊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美顏 比較重要美顏 這個你可以選擇臉蛋 臉蛋你可以選這個這個 羅莉就是小朋友的樣子 還有美顏 美顏可以用美白 或者是 這個磨皮磨的比較多一點這樣子 我美白美白多一點這樣就很白了 然後瘦臉啊瘦一定要瘦臉啊 臉要瘦一點這樣子好 然後還有小臉 這個一定要小臉這樣子好 所以我現在臉都變尖了有沒有 現在臉都變尖了這樣子 OK 然後呢等你確定ok了之後 你注意看哦 他這邊我跳回去給你看一下 你看哦 你注意看一下這個OBS上面是不是還有一些文字啊 你看這邊你看我滑鼠這邊 滑鼠這邊有沒有 滑鼠這邊 這邊有還是有字有沒有 什麼濾鏡啊這些的你看這邊 夾出來還是有嘛對不對 所以 你這時候就按上這個 請你按這個 上面有一個叫做直播這個按鈕 這個按下去 然後他就消失了這個參數選擇好之後你就按下去之後他就全部都消失了 他就消失乾乾淨淨的所以你看這上面上面都沒有字是呈現乾乾淨淨淨的好 我們現在已經呈現乾乾淨淨的東西了那我們現在來選擇新增那個跑馬燈那一些的 我們來新增跑馬燈 我們來新增一個圖片這個圖片就是跑馬燈 我們可以新增一個 好這是個跑馬燈 這個是我先設計好的一個這個 據文字型就是他其實是圖片啊我把它設計成 呃把照把這些文字把變成一個png的照片那把點上去那我再滑 滑鼠右鍵 新增濾鏡 當然你還這麼跟我做直播教學我會教你怎麼用啊這一定沒有問題的你現在眼睛看到什麼你不懂的一到時候都一定會教你好 確認我就這樣子了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做臉書直播 我們先做粉專 粉絲專業 這邊有一個 Fable 然後呢選擇直播 然後選擇金鑰這邊用金鑰方式就是等一下我們把金鑰貼到這個OBS上面那這OBS才知道說要跟誰連結就對了好把這個給Copy下來 來帶到這個設定 串流 去將你的臉書的金鑰給貼上去 好這時候按確認 然後就按開始串流 開始按串流之後再回到這個瀏覽器這邊去 瀏覽器這邊他畫面就有了你看就開始 然後就你這邊可以填你的標題test 調你的內容 然後就按開始直播 好這開始直播長這樣子你按就全螢幕了 怎麼樣就一樣 這樣就是美肌美顏了 反正就是片很大就對了啦因為這個已經做很多 美肌的這些設定了什麼瘦臉啊美白啊 肩下巴還有有的沒有的你看我臉已經很尖尖這樣子了這太誇張了OK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以上是主要的這個做這樣的介紹就是使用這個ipad 當成一支美肌美顏的這個攝影機 拿在電腦OBS上面做直播 然後最後你呈現效果就是掌位長的這樣子 OK就是這樣子OK那 看完這影片還是不太懂的沒有關係你就買這支飛逢169的擷取卡嗎 然後你再跟我約板橋門市 請記得你先付錢買 再跟我約時間 不要臨時衝來 不要臨時衝過來因為我的門市 只接受預約我不接受臨時衝來的 我不是7-11 謝謝拜拜